哈喽大家好我是木子 你们现在收看的是一个 史上最黑心美妆博主 割韭菜的现场报道 没错说的就是我本人 我这样一个18线的小美妆博主 终于迎来了我美妆店的第一次上心 那么开店呢 免不了说一些什么客套话嘛 那有些人就会跟大家说什么 我开店是为了粉丝啊 然后希望粉丝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 买到正品的产品啊 那我呢为了顺应潮流 在这里简单的跟大家说两句 我开店呢就是为了赚钱 因为目前为止 我也是没有想出什么办法 能够把西北风转化成为 身体活动所需要的能量 如果我想出来了 我会第一时间把这个办法 普及给大家的 这一次上心的产品 全部都是我选择了 我日常真的很喜欢用的产品 然后去找到对应的品牌方 拿授权 那么有一些可能看我粉丝量 少就不给我授权的这些品牌方 我想对你们说 你们太没有眼光了 等到我火了之后 你们等着 以后我做大了 求我卖我都不卖 而那些眼光非常长远 给了我授权的品牌方呢 我想在这里跟你们说一声 你们很厉害 你们以后一定会做大的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首先介绍第一位 有品味的品牌方 生产的有品味的产品 就是这个优可思的眼线液笔 这个眼线液笔 熟识我的粉丝都知道 我一直一直都在用 而且它真的超级耐用 所以我买了一支之后 用了好几个月 我都没机会拆下一支我买的 优可思他们家的眼线液笔 应该是我目前在市场上 发觉到的 就是一款完全没有缺点的眼线笔 它笔头够细 出水够流畅 而且完全不会晕染 这是我前天 画在手臂上的一个试色 我昨天洗了一次 早到现在没洗掉 我这一次上新呢 总共挑选了四个 我觉得都是大家比较常用的色号 分别是一个01号的 黑色软毛头 02号的黑色海绵头 03号浅棕色软毛头 04号黑棕色海绵头 这是从01号到04号 画在手臂上的效果 这个眼线笔是超级素干的那种 只要画上去它干掉之后 你整个怎么搓 跟上死搓都搓不掉 大家可能会有疑惑说 海绵头的跟软毛头的 它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化妆小白 不会用眼线液笔的话 我比较建议你去买这种硬的海绵头 因为它会相对来说比较好控制 不过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笔头会相对来说 比软毛头的粗一点点 如果你是一个像我一样 已经画眼线画得很熟的人的话 我会比较推荐你去买软毛头 因为软毛头它画出来 眼线就可粗可细 会比较受你个人的控制 还有就是它接触在皮肤上的感觉 也会比一毛头舒服一点 我今天的眼线用的就是03号浅棕色 这个颜色之前有人反映 觉得画一笔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像橙色 其实你只要多画几笔 它就出现一个比较正常的棕色了 那么按照我手臂的试色来说 其实大家如果日常化妆的话 04号黑棕色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这个眼线液笔在我店铺上新的价格是 35块钱是不是超级便宜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 第二个产品也是Yukas他们家的 就他们家这两款爆火的雪沙净柔卸妆膏 这个柚子味道的这几天我都一直在用它 上一期视频我也有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因为这个卸妆真的它乳化的特别特别不好 而且卸妆很干净 又不会觉得油腻或者是紧绷 我觉得用它之后 我整个卸妆的心情好了很多很多 水蜜桃味的其实是我昨天才开始用的 因为我特别喜欢它这个淡淡的水蜜桃香 除去我的粉丝都知道 我是一个有严重骗头痛的人 而且我特别讨厌 我的护物品和我的化妆品有很重的香味 这两款虽然它是主打果香 但它香味真的是恰到好处点到为止 正好我手上有他们家这个眼线液笔的硬格 我就来卸给大家看一下 它卸妆真的特别省 每次这样一点点就够了 其实我之前不喜欢用卸妆膏的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我觉得用卸妆膏之后 我卸妆整个过程就是一直 把卸妆膏挖出来在脸上揉揉揉揉揉揉揉 然后等好不容易把彩妆揉掉之后 我还要再加水继续揉揉揉揉揉揉 但这款卸妆膏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 它是属于遇到皮肤它就马上会溶化 而且它乳化真的很容易乳化得很干净 也是一个属于在这个价位里面 真的找不到任何可以挑剔的毛病的西装产品了 这个在我店铺上新的价格是49块钱 好请问两款产品都介绍完了 接下来就进入到我这一次上新的重头戏 就是这两个 大理石的两款眼影盘 一个是浪漫主义 一个是拜金主义 我觉得这个可能你们已经从其他网红那里有看到 但是我觉得每一次看到它 我都还是觉得很震撼 包装真的太好看了 先给你们看一下浪漫主义的配色 这个是我真的已经用到很久了 是不是超级超级美 这个盘子其实整体是比较偏粉紫雕一点 比较日常的颜色 它的配色其实超级的巧妙 你看它只有9个颜色 但是你完全可以用它搭出十几二十种不同的妆容 无论你想要一个比较日常的这种红棕色的妆容 还是想要比较跳脱的这种蓝紫色的妆容 它都可以满足你 而且我觉得这个盘子 不管是从粉质的细腻度还是持有度来说 都比它第一代的眼影盘 有了很大很大的进步 我先把浪漫主义的这个颜色挨够试在手上给你们看一下 天哪看看这个显色度 这加这个粉质的细腻度 美渣了我的妈呀 接下来说第二个是这次品牌方送给我的 就是拜金主义的这个盘子 我真的当时看到这两个盘子配色的时候 我就觉得怎么会这么的有才华 这个盘子的配色也是 就不管你是要画那种番茄炒蛋妆啊 还是姜黄妆啊 它所有的颜色都包含在里面了 我现在也是一样 挨个把所有颜色试在手背上给你们看一下 细腻炸了真的 这个姜黄色真的是我最爱的一个颜色 它用来眼皮打底也好看 你看这个显色度 中间这个有一点偏绿的颜色 你觉得它很夸张 其实不会 它画出来整体是偏金色的 就很闪的一个颜色 左下角的这个红色 你看着它颜色很艳 它其实画出来是偏橘调的 有一点枫叶红的感觉 我的天哪 你们点真是人类之光 反正这两个眼影盘就真的已经美到了 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都会想打开它来看一下 我今天的眼妆就是用拜英主义这个盘子画的 属于那种有一点小特别 但是又很日常的那种 好看死掉了 而且特别简单 我回头直播的时候教你们 这两盘在我店铺上新的价格是119块钱一盘 拜托大家不要再梦我哪个颜色更好看了 你知道我是一个天秤座 选的口径症很严重的 我真的选不出来 反正我是属于那种 这两盘子我颜色都特别喜欢 而且它们价格又不是特别贵的情况下 我一定会会两盘都收的 还有一个注意事项 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的卸妆膏跟眼线 比这一次进货的量都比较多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买不到的问题 但是这个眼影盘 我这次进到的货 非常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需要大家 及时的动动你们的小手去抢一下 这两个眼影盘都是卖完 它就会自动下架的 所以如果到时候它下架了 那就是没有了 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上新的优惠 这次我是有给大家准备一些 5元的无门卡优惠券的 真的5块 如果你抢到这个优惠券的话 你买一个35块钱的眼线都是减5块钱的 以及我很狠心咬咬牙 给大家准备了一个199减20的优惠券 我的店铺上线时间呢 是4月1号的晚上8点钟 因为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进店铺 在这里教一下大家 看一下这个是我在头条的主页 底下会有一栏菜单 就是文章视频啊小视频之类的 后面大家就能看到一个店铺 在这里你们点进去之后 到时候8点钟这里准时会上架产品 我们店铺199减20的大额优惠券呢 也是在4月1号晚上的8点钟准时上线 但是因为这个优惠券它也是限量的 所以如果大家到时候发现自己领取不了了 那就说明这个优惠券已经被领完了 所以你们手速一定要快一点 在这里预告一下4月1号的晚上7点钟 在店铺上线前一个小时 我就会开启直播 主要是为了解答一些大家的问题 所以如果到时候你们购物上遇到了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来直播间找我 那么5元的无门卡优惠券 我也会插在视频和直播里面发给你们 还是要感谢一下大家 因为开店做老板娘 真的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 小时候喜欢喝奶茶 我就特别想开一个奶茶店 后来我喜欢吃炸鸡 我又特别想开一个炸鸡店 再后来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买衣服 我又想开一个卖衣服的店 现在我的美妆店终于开起来了 真的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不知不觉的就有点想微笑 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小产品 如果上新那天卖的很好的话 我应该会踪不踪的笑心 最后再跟大家说一声 就是店铺是只能通过 今日头条正版的APP进去了 急速版是进不去的 还有要跟大家说的是 店铺不是我现在工作的重心 我未来也不会每天都在上新和卖货 我现在还是希望能够把我的视频拍好 然后都涨粉 所以我之后店铺的商品率应该不会很高 大家如果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商品 可以来私信告诉我 我去跟品牌方谈谈看 看看人家愿别人让我进货 关于产品的真假问题 我相信真的应该不会有多少人 去问我店铺的真假问题 就卖假货 这真的不可能 我一辈子一辈子都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 全幕内容 如果喜欢我视频的话 记得关注评论点赞准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